大家好,我是五仔 娛樂集感,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話 話說劉亮密碼,李隆基自稱人家誤傳他 將七層樓寫給Chris 有個網友連連連連結 做了一段錄音 當時在明州的訪問 是他自稱把所有含糊爛家產 寫完他的女兒的名字 待會我們會聽一聽這段錄音 然後研究一下李隆基先生 究竟是不是會有一個 忘記的事情的情況 我們作為觀眾都會很擔心他 情緒精神上的健康 老人家是時候要照顧自己的了 懂得這樣 你可以聽一聽 在2022年的時候 他首次訪問 別人問他是不是給了錢 那個老婆 他自己當時都叫老婆 飛機工程師 看看他怎麼說 然後研究他有沒有問題 另外我們看到郭富城 現在假裝醜醜醜去拍電影 搞到整套戲我覺得是古靈精怪的 笑片不是笑片 不知道為什麼他假裝醜醜 郭富城 我覺得這個人是走錯風格的 還會說一說梁朝偉 是真的有後起之秀 我最近看了他一部電影 那個叫吳康仁 就是今屆金馬獎的 最佳男主角 即是金馬影帝 最新的金馬影帝 看了他那套《富都少年》 在馬來西亞看的 那套是馬來西亞《吉隆坡》拍的 真的是我今年看到最好演技的一個人 梁朝偉會不會比不上他呢 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真的要看一個人演技 真的可以接到班 這個我肯定是 因為他首先年紀比較小 40歲 但是他很少做男主角 好像第一部做男主角已經拿了影帝 接下來第二部 又是揮低梁朝偉 已經揮低了梁朝偉 叫做2023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終於不用 梁朝偉繼續坐了 寶藏是有些新人 不過新人不在香港出來 應該從台灣出來 這個人就叫做吳康仁 然後你看到那些電影都可以買票入場 因為他的演技是好得跟真的一樣的 他那款 人可以有很多款 你看他拿影帝的時候 他也是像一個明星的樣子 但是他演戲的時候 你覺得他不是在演戲 甚至我想說 我看《虎刀青年》說他好演技 看到希希都哭了 他是沒有對白的 一句對白都沒有 因為他是龍雅的 他做龍雅的 當中很多手勢 然後眼淚一直滴 他的演技是好得 不過梁朝偉也不會比他差 我有看過那套《聽風者》 梁朝偉好像是假裝盲 很多電影的風格 梁朝偉也能駕馭 喜劇也好看 普通生活東西 以前年輕人做的搞笑也好看 這就是很大的潛力 很大的潛力 但是是不是真的什麼戲種 都可以控制得到 未能看得到 但是接下來每一部戲都會有他 我相信 好 先說一下 這個基閣李隆基 你幹什麼春 精神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聽聽基閣說些什麼 那個記者就問他 是不是已經把那些物業 已經全部通過了給你 飛機工程師女友 他是怎樣回答呢 因為我們基金大 其實我大很多 還有還有一些造藥 還有一個問題 是做我們這行 尤其是我很多時候 非難行 非難行 真的不知道什麼事發生 到時候做什麼手勢 都說了一句話 寫了給他 寫了給他 當然我亦對他很有信心 他一定會看著我 他很聰明的女兒 他本人是攝機工程師 最後一句 你就知道他在說的是Chris 他自己說的 你現在說沒有七層 我不知道你幾層 你都不知道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的 剛剛 你兩年前就說那些東西都給了這個年輕女兒 因為他的嘴巴就說 他年輕了很多的 把東西都給了給他 免得搞什麼手續 給他 你自己說的 然後轉頭 最新的版本 就原來是 哦 原來是什麼 你的東西都給了前妻 我是婚外情 喂你 你不說 你這個東西從之前是兩個版本來的 那怎麼相信你呢 誰是真誰是假的 兩個都是訪問的 你相信基哥 兩個版本都是基哥自己說出來的 喂 你這麼多位觀眾 我又想問一下你們覺得 現在是怎樣呢 現在他 說到在小巴上被人濕了一鍋 打到遍體鱗傷 又不去報警 這些市民已經覺得很害怕 你放走這些無差別的襲擊 他又對那些名人 你說什麼呢 給他七層樓 基哥這樣就動你 基哥是自己說的 就不是說報紙 如果你這樣說報紙是亂說的 現在似乎是你屈一些報紙 屈一些報紙亂說的 這個明報周刊那裡 有沒有打算跟基哥有一個法律的對撼 你拍了一些片 是他親口說出來的 然後就說人誣衊他 轉過頭說人誣衊他 他說他沒有七層樓 事實又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幾層樓 你說全部 就說全部寫了他的名字 可能不是七層 是七十層 我怎麼知道你 你自己交代清楚楚 兩次你都好像很清楚 其實都是 不同版本 你這些上法庭 你也是有問題的 前言不對後語的 對的 你這樣法官也不能判你贏的 如果你說人家誣衊我的 然後神經病的人證據確鑿 兩年前 在明州一個訪問 叫做李隆基美老婆是飛機工程師 年齡相差三十年沒有代溝 一首歌救一條人命 就是你自己當時把所有物業 已經全部寫完這個女人的名字 然後在2024年1月13日突然被人謠傳 現在整件事越搞越噁心 其實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自己的處境很難 我昨天說這些事我第一次被人恐嚇 在網上 有一個很幼稚的人 他怎樣呢 他做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的額外表 好像黑社會一樣 戴褲黑超一樣 然後說這個什麼兒子 就是說我五兒子 這個什麼X兒子 說粗口的 我說白一點 他說這個什麼傻子 整個傻子拿人家的事出來說 什麼我媽媽 類似這些 好像黑社會這樣的術語 在恐嚇我 我第一次看到這些新聞 我相信這個世界有很多所謂的 李隆基狂迷 會不會是李隆基狂迷 為什麼我說別人的家事 沒有人恐嚇我 是說你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言語出來呢 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做的呢 關乎李隆基所有的消息 他就會著火 我們現在要 因為你在網上流傳的訊息 已經觸及了全香港700萬人 現在 你老哥李隆基的名字 掛在別人的口中 甚至是你女兒 你身邊的人 都已經會有危險的事情發生 我知道 只是說說而已 新聞媒體每天都報 我又不是做獨家 你們說了 我才看到一宗新聞 我看一看一看而已 我單單新聞也說的 只是說李隆基 是被李隆基的狂迷恐嚇 兩宗事我懷疑是有一個 是吧 這可能是連環 可能是同一個人做的 為了保障你和我們這些無辜的市民 即是你和你的家人 我們是否應該和警方合作呢 為何你被人打到這樣 你不報警 周生瘋了 要看CCTV也好 我是鼓勵你報警 真的 你和吳報警也要看看自己之前說的影片 和現在的訪問有沒有出入口供 然後再考慮一下做一個詳細的自力檢查 有些事情沒有了就沒有了 失去了就低了就低了 看看有沒有自己是問題所在 找到一個問題 原來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那就長大了 意思是說 有時候的事情其實是閉門交合的 那人有什麼事嗎 沒有人會特意用來說 你是要說你對著傳媒 有的沒有怎麼行 你有沒有搞錯 那時候覺得是這樣的 另外原副那些事情 你說過你的方向 你說飛機師工程師那些 你表露過對世界有多少貢獻 是不是 不是的 其實人都是 你認識多少東西 在乎是你對社會回歸多少 你讀什麼東西不是重點 你讀什麼啊 例如你有份工作是做那樣東西的 回歸社會的 那別人會尊重你的 他就在吳武漢這樣 就算他沒有讀過什麼 走去搬台託 別人都是敬重你的 你說讀東西讀得多 但是又不見你做些什麼 就是把木馬搭搭銀紙出來 然後又說有七層樓 最後說完又說不是這樣 那人家現在不 是呀 就當你看搞笑 出來又說什麼東西 這次是張志恒 你幾個個都是這樣 不要玩自己 其實李隆基你是歌手 你學一下尹光 真的拿一些作品來說話才行 還說什麼AI搞不搞你 搞不搞你 如果別人的AI你還在討論一份 別人的AI哪會有你份呢 李隆基 你唱歌不是紅到那裡 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是 唱歌唱紅了李隆基 是這兩年唱女兒唱紅了你 你知道嗎 其實你的第二春 那個流量 經常當他們為流量物 不是 千萬不要這樣說 是大家在付面子 你有今時今日這麼多訪問 只有手指有人訪問你 不是佳因你好像韻光那麽紅 可以在這裏坐戚測 坐冷板凳 佳因是你夾了孫女回來捧紅自己 這件事就是基哥 你自己反省一下 究竟是之前說錯還是剛剛才是正確的版本 這個要多打一課才行 暫時正攻對你都很不利 你自己懶惰他 我們另外講一下其他的新聞 郭富城搞得他的樣子 好像這個殺手筆太冷 不是 這是回魂夜 好像回魂夜周星馳的嘴巴一樣 我看任言齊 抖音的影片 一直在笑 跟他拍攝 忍笑忍得很辛苦 這件事就出了氣 叫臨時劫案 是不是笑片來的 是可以的 可惜的 接下來我們去馬來西亞看一看 有很多卡士 盧凱鵬也有份演 林家棟那些全部 林雪我最喜歡看的 阿雪哥 郭富城做 這件事是笑片來的 看那部電影 那些 嘩 那個 poster 好像八十年代那些東西 有胡定欣 是不是 有沒有看錯 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啊 對了 好吧 再說一下 不是胡定欣 如果沒有他的名字 神經病 誰來的 那女兒那麼像胡定欣 隨便吧 好了 接著說一下超級影帝 後喜之秀 吳康仁 我想大家不是吃花生 就很少聽 但是不用說這些東西 絕對不會拿樓灘的 有幾個人在電影圈上位置 一個魚香營 魚香營的樣子 現在是年紀大了 但是她大了 她的樣子有滄桑的味道 挺好的 看上去 現在的電影 不玩那些誇張浮誇的樣子 不玩那些 全部跟韓國電影 沒有整容的樣子 全部都是很真實 很貼地 有些整容的樣子都有的 你看看什麼劇種 譬如你 一路向西移的那些AB女 因為戲種不同 但是你現在偏向生活 你一不進行的事情 好多出了電影就不好看 現在吳康仁好體載 他的電影 真是入目三分 我建議大家去看 《副刀青年》 看完之後你會珍惜你擁有的一切 那部電影是很悲哀的 很淒涼的 說他們沒有一個身份 沒有身份證 在吉隆坡生活 遇到什麼呢 你也可以看看 這部電影很好看的 沒有好看的 但是很好看的 那部電影 贏了梁朝偉 現在揮低了梁朝偉 梁朝偉和他鬥的 梁朝偉今年沒有什麼好戲 老實說 金手指 是看他一個 看他一個 金手指 但是也OK的 因為梁朝偉要好 就很神作 好像要拍Maffles 哇 還男主角的男主角 那樣樣也很好看 那麼 他還是補刀未老的 梁朝偉 還可以拍阿薩 你給劉德華就不行了 但是這個世界有後起之手 是好事來的 最佳男演員 吳康仁 但怨人長久 已經是第二部了 他《副刀青年》又拿了 是不是呢 我有沒有記錯 應該《副刀青年》 拿金馬影帝 金馬影帝 好像是 但怨人長久 又拿另一個影帝 基本上他 那個level是高過 高過那個 演員 一線演員的水平 所以為什麼 這部又拿 好像當年 我們聽聽陳奕迅那些碟 那些CD 通常人家 郭富城最厲害 七八首歌裡面 只有一首 是拿來做主打的 他只是跳那首舞 只是擲那首 其餘的歌是 硬買來聽的 我以CD來比喻 陳奕迅那時候 不可以做到 一首碟裡面 可能八首歌 有七首歌 都可以唱的 有單車 有黃金時代 有流行曲 那首碟你就明白了 因為他的歌藝 比水平高 所以每首都可以拿來派台 現在這個吳康人 基本上他的演技是高過 曬現在 可以出來 譬如 同齡那些 黃大陸 遠驚天 那些 其實 真的不夠他玩 但這個人 他本身已經瘦了 他可以去做 死囚的時候 把自己再減十八磅 只剩下一個骷髏 跟和尚說對白 在監倉那一段 一邊做手勢 他的眼淚一邊滴 做到哪個位置 再滴得更厲害 然後說 哪有這麼好的電影 是的 真的好到 他真的吃這項飯 那 但是他之前做的那些電影 是另外做一些不同的角色 他做了這麼苦情的舞台 他之前 對上一部是做的什麼 好像是夜總會的部長 一個 一個金的 這個演員被人挖出來 接下來 那十年都是他 我相信 沒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人是印銀紙的 因為現在這個人是 這部也可以 那部也可以 每一部也可以 一旦有他 劇本就會過得到 就問他拿旗 然後你就會看到不斷是他 就像你以前看到古天樂樂得華 梁朝偉 那全部都是他 而且這幾年為什麼他會密一點 他還是便宜 他再過兩三年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麼便宜 現在那些人是搶他來拍片 應該是搶他來拍戲 所以就 記住這個名字 吳康仁 接下來會有很多電影 看到他 我也推介大家看他 好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